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中華政府基盤一百十二年 謀反父親的標榮瓦東 關注王府美青族班長 向來自國康定期公司跟社團 所推薦的三十九名謀反爸爸 現場上最幸運的就好 爸爸的愛的親戚相同 無聲 算是真正強 也是家庭重要的資料 為了中恆爸爸的偉大 中華政府賓起了感恩的心 基盤育義二年謀反父親標榮瓦東 中華官長王府美青族班長 由謀反父親和上相關的建議 官長也跟謀反父親王劍士 夏修煥 文北夏哈 父愛 比赫 提前就好全天的爸爸父親再快樂 總共表揚有三十九位謀反父親 其中年紀最多是九十八歲 每一個謀反父親背後 都有一部非常感人的這個故事 也都真的讓我們年輕人來做學習 在這裡要讓我們所有的為人子女 我們一定要愛要及時 孝也要及時 趁著爸爸媽媽都還在的時間 多花點時間跟他們關心 多花點時間跟他們相處 每一個謀反父親的背後 都有給人很感動的故事 為了家庭 社會來奉獻 關注王劍美表示 期盼就有表演活動 將這些偉大的故事 團隊告社會每一個角落 新衛社會轉換 多花心目以後有何必採訪報道 謝謝你 谢谢观看